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奧特們,今天我們來玩這一款侏羅技世界進化 是一款恐龍的經營模擬遊戲 他這款遊戲呢,好像早在好幾年前就有出過類似的一個 同樣一款模式的遊戲,但是呢,如今好像又在再版,就是有點類似就是在重製還是說推出新系列,同一家公司出的 那麼呢,這款遊戲呢,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歡,反正我們就先開始遊戲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系列,記得就按下一個喜歡,以及把影片分享出去,或是在下方留言 告訴我,你喜歡這款遊戲,我可能就會拍得更多,好不好 好吧,廢話不多說,我們現在就開始,而且聽說這款遊戲呢 呃,有中文,中文配音,呵呵 呃,應該是真的,呃,上面寫說,你好,歡迎我是伊恩,嗚 呃,嗯,聽說聽說,現在才知道 呃,中文配音耶 呃,我要管理的島嶼 呃,你搬得到的話 呃,那天呢,如果,如果死者也只有五個人,就好了 死者只有五個人,是死一堆人是不是 呃,我覺得那聲音有點小聲耶,想要把它弄大聲一點 好,就從這裡開始吧 馬坦賽羅島 馬坦賽羅島 所以 你就在這裡試試水溫吧 哇,來養恐龍囉 diret 巨大 熊惡的 怪物 你講話可以大聲一點嗎? 呵呵呵 不是,不要這樣子 我想要把他聲音,拉大一點啊,應該是把他聲音拉大聲一點吧 好,不然我聽不太清楚它在講什麼啊 哦,我們現在...哦!已經開始了 319 聽著,我是公關和危機管理部門的卡伯特芬奇 是來這裡協助你的 首先你要創建一間哈蒙德創新實驗室 創新實驗室,等我一下 我先 我先讓你們的聲音正常一點 你們音效已經是最大,我覺得應該要往前拉 對 對 呃 好吧,這樣應該會好一點 好,就怕你們收到他的角色 你只要把他和圍欄側邊連接起來就可以了 要小心恐龍 要小心恐龍 哇 開發實驗室,還需要電力40萬 我可以這樣蓋超過耶 他們都不會怎樣嗎 擋住了,可以旋轉嗎 呃,切齊角度 按空板鍵切齊角度 立式左轉 哦,他這邊一個藍色的區域就是我可以蓋的區域這樣子啊 未對齊正確 好吧,我們就這樣蓋好,不管了 而且每個位置不同,所需要的費用也會不一樣呢 好,那我們就照他的意思就這樣子蓋吧 有了 我們先看看你在這裡的任務 你要在我們稱作死亡五島的島嶼上打造恐龍相關線 死亡五島 五座島 西班牙文 這蓋得還蠻快的吧 到底哪時候可以看到恐龍 未連接道路 道路 哇,我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我要怎麼去讓他連呢 廉價道路 這個是什麼 哦,是連這邊的是不是 哦 有 接下來就是真正的考驗 你要孵化恐龍了 哦,又那麼快 那麼快就要孵化恐龍了 然後選擇一個孵化恐龍 然後選擇一個孵化恐龍 我們已經具備足夠的遺傳基因組數據 DNA遺傳 第一隻恐龍了 好哦,第一隻恐龍 啊你說的遺傳在哪裡 生命會自行找到出路 兩個孵化槽 孵化恐龍 哇,我們這邊還有多個選擇哦 角鼻龍 三角龍 哇,我們後面還有好多沒有解鎖的 哇,他這邊還有能力值耶 好酷哦 現在只能用石陀龍 然後 孵化要三萬塊 野心分子的密謀策劃 野心分子 生物玩弄自然法則 自以為不可能出錯 伊恩 你也知道 從上次之後 我們已經在侏羅紀計畫的營運中 學到了很多教學 更是投入了大筆資金 上次大失敗 這樣子 上次 又上次 就會有下次 然後我們快要好了 耶 放羊恐龍 哦 出來了出來了 哇 他好笑啊 在博早場 健康 哦 喝水 食物 我們 舒適 你 創造了這樣的生物 看來我得恭喜你 大功告成了 哇 不能用別的視角去看嗎 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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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死恐龍 恐龍評價七顆星 純正度 哦 意思是說 純正度就代表是不是血統 是正血統的 哼 應該是這樣講吧 哦 我們可以叫名子 餒 呃我們要叫什麼 司陀001 我們還可以幫取名餒 老頭 的 司陀龍 嗯 呵呵呵 好可以 水哦 結束 要怎麼把播半切掉啊 切不掉 可惡 哈蒙德基金會最重視的三個領域 保安 保安 科學 我已經叫各部門的主管直接和你聯絡了 保安娛樂科學 還有讓你加入他們的團隊的 我們現在就只有一支而已 選擇一個合同接下來 這有助於你開發你的設施 哦 我們要選擇說 我們要把我們這個 這個設施 弄成是娛樂的 還是用保全部門 每一個部門他們所做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保全部門可能就是 負責就是 可能研究 然後都需要有保護 娛樂部門的話 我覺得就是一個屬於遊樂場 遊樂場就是會有很多遊客 一堆遊客這樣子 可以來賺一些錢 科學的部門應該是屬於研究生態 我覺得大多數的實況主一定是選娛樂部門 那我偏不要 我偏偏要選保全 會不會死得難看啊 我不知道耶 我們保全好了 這位是蘭博特 保安部門主任 試試看一下 大家好 歡迎來到群島 我們有個最基本的難題 既要管控恐龍 同時又要鼓勵他們的本能行為 因為他們有作戰的潛力 作戰的潛力 包括我在內 大家最害怕的狀況 莫過於恐龍在園區亂跑撒野 但要是不冒險 就無法利用他們賺全世界各地的錢 哦 建造探勘中心為其提供電力 並將探勘中心連至公園的道路網 探勘中心能派你派請挖掘隊伍到世界各地 尋找恐龍畫質獲取DNA 哎唷 試試看好了 反正還不太知道怎麼玩 控制室向各部門主管申請合同 完成這些合同 將可提升你的聲望 並取得額外收入 讓你持續擴展園區 哦 我懂他的意思 他的合同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自己去前往 你要先往哪邊巴展啊 右下角就三個部門嘛 一個是娛樂嘛 一個是保全 一個是那個 我懂他意思的 並不是說要把這邊蓋成什麼樣子 是說你要先跟誰合同 然後之後會得到一些資訊之後 你可以再跟別的部門做合同 大概了解了 好吧 我們先來做一個探勘中心 看可不可以挖一些恐龍化石 那挖這些恐龍化石的話呢 我可能就可以再製造更多新的恐龍了 有沒有 是不是很帥啊 我要怎麼切齊 OK 開始右轉 完了 怎麼感覺都斜斜的 按內斜斜的母湯哦 他那個前面那個箭頭 應該是道路的那個指向箭頭 那這樣我可以蓋這裡啊 對啊 好 最近就是蓋這裡了 然後還需要電力 我們蓋這邊 還有一件事情得說 那就是你的聲望 聲望 聲望 多留個心眼好嗎 因為如果你在某個部門獲得不錯的聲望 你就更有可能因此受惠 我是說 財務方面的受惠 聲望越高 受惠越高 如果就跟人生一樣 你得盡力在各方面維持平衡 人生一樣 在爭奪你的注意 如果 沒得到你的關注 難保 他們不會在心裡 記上一筆 蛤 這麼麻煩啊 還要得到關注這樣子 我這邊不能蓋路啊 我要把這拆掉了 這邊可以拆嗎 欸可以欸 把這裡拆掉 我拆有辦法那個啊 我根本沒有路可以繞啊 是不是 有了 太棒了 那我們沒有電啊 電力要怎麼提高 變電鎖 變換電壓提供附近的建築使用電力 消耗電力是1 小型發電廠 每分鐘保養成本 還要每分鐘保養成本 我窮死吧 電力輸出是60 好吧 我們試試看 哇下雨囉 下雨囉 下雨囉 照隨便蓋了 有沒有 咱們來隨便蓋一蓋 呃 要蓋哪裡呢 好 我覺得我的規劃其實蠻爛的 哈哈哈哈 我的規劃有點不太行 咳咳 嗯 如果我蓋這裡我這邊可以弄敲出路來嗎 好像不行 這樣子好了 路往這邊延伸 便電鎖就在這裡決定了 然後呢 他完全沒教我電力怎麼用耶 這樣子他們就可以產生電力了嗎 有兩種不一樣的方式耶 一個是點對點是不是 點對點的方式 這樣子有電力嗎 哦 這是一個銜接啊 哦 接到這裡了 這樣我們這附近有沒有電力 欸為什麼沒電力 欸可不可以教我一下電力怎麼使用啊 哈哈哈哈 救命啊 不會用啊 算了不管了 會不會是這樣子 我來看看 什麼東西 喔有了喔 喔 你諷刺什麼啊 完成任務可以鞏固你在保安部門的地位 或者說讓你的聲望上升 這樣他們才能把更困難的任務 完成任務 等我一下 要想辦法 想辦法把這個路給接一下 這太多圍欄了 哇我真的把這邊全拆了呢 發什麼事啊 我是蘭波特 我有個新任務 感覺你的能力很適合 真的嗎 你先稍微了解一下 然後 告訴我你是否有興趣 取得50%的愛德蒙托龍 一基因遺傳 一百萬欸 風暴 暴風雨防護戰 我們要從這個愛德蒙托龍身上 取得50%的精英 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 如你所想 各項設施裡的動物們 不斷在刺探我們安保系統的弱點 哇我完全看不到 這些動物比其他人料想的更聰明和狡猾 但我們不會低估他們的能力 這就是為何 我實時都在測試與評估 我們的安保規章和屏障 嗯 然後呢我們要怎麼去 還可以造景有沒有 安保特這個人 值得我的在場 他是真的把這些動物 同時視為機會 與危險 視為機會與危險 這些藍 這些黃色的墊 應該是可以 有墊的範圍阿 所以說那時候我們應該蓋在這附近才對的 資產控制小隊的監控 這是那個計畫的第一階段 嘿 教我阿 每分鐘收益 更多樣化的恐龍 提升魚島的評價 吸引更多遊客 噢 這是我們老闆 是嗎 每分弄設備就在扣欸 我感覺我們要窮逼了 合計一萬五 探勘地圖 發現新畫石三角龍 加拿大馬地恐龍公園地審視圖 探勘中心能讓你派遣挖掘隊伍到世界各地尋找新的恐龍化石 喔 從化石中可以抽取恐龍的DNA 我們的科學家可以用這些DNA製造出活生生的恐龍 我們來做什麼龍呢 喔 艾德蒙托龍是我們要的 我們先來試試看艾德蒙托龍 很好 讓他去挖 第一隻探勘隊伍了 喔還需要兩分鐘 現在東西帶回化石中心抽取DNA 好的 新項目 這是我們的一些 拿到的藍圖 這些資料庫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好多基因啊 你的任務很簡單真的 你只要製造出恐龍 恐龍就會吸引遊客來參觀你的設施 然後我就不會很窮 你帶來收益 積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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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瞧很簡單 研究兼顧收益 研究兼顧娛娛 研究中心可以讓你為園區進行多種創新的改善 包括新的建築物和升級項目等等 都等著你去研究 改良基因 某些部門評價有限制必須到達標準才可以進行研究 研究中心檢視研究 研究 化石我目前沒有 基因我們 我們基因相問那麼多 可套用至三角龍五角龍 倒鈴龍 帝王暴龍 蝦蜜龍龍龍龍各種龍 剪 剪接此基因可以製造出 表皮花紋灰綠色的恐龍 好 這是一般的 乾旱 這是什麼 特性 各種DNA的一些人力素質 強力修復 免疫反應了DNA 侵略本人 直覺4基因 到時候我們的恐龍會越來越強 我說真的 哇 這要30萬阿 好 那這個呢 研究 研究點數不足 我們只能先學這個了 摳 摳 這什麼 欸 這我們找到化石嗎 啊 抽取 抽取 抽取好錢 阿 我們要艾斯托瑪 還有阿 化石中心可以讓你抽取化石和琥珀中的DNA 以便創造新的 遺傳基因組 真讓人興奮 百分之百八十 可以利用遺傳基因讓你在哈蒙德生命開發實驗室創造出恐龍 探勘偶爾會挖出額外的物品 這些 這些出圖品可以變成現金販賣 唉唷 有一些不是抽取的部分就可以直接販賣了是不是 好吧我們先抽取一下我們的 艾德蒙托 阿 不要賣我們抽取 我們拉抽取 我拉倒數計時 我也都想 我覺得全部都抽取好了都不要賣好不好 全部抽取 阿斯托龍 抽取這DNA 他們可能會 化石中心收藏的化石中抽取遺傳基因組 這樣一來 將能增加你製造恐龍時可用的數據量 對阿 然後就可以製造更強大的有沒有 然後又有新項目了 各種 然後品質越來越高了 中等品質 多抽一點沒關係 我現在很多錢 抽好抽滿 好像這個沒有DNA這個來阿可以賣10萬塊賣掉 我抽 我開心也抽 不開心也抽 對不對 爪的硬度 我這個是很需要花時間經營的喔 你看我們現在我們的我們的侏羅紀公園 呵呵 好笑阿 倒了平價 連一顆星都不到 連半顆星都不到 哭哭 申請承包案 我們可以自己再去申請承包嗎 讓我們自己事情變多一點 還說這樣子的話我們是不是 會來不及應付阿 科學部門 啊 杜瓦博士 這是我們新來的營運總監 喔 我知道這是誰 一個接任務的概念阿 使用巡邏隊拍攝 好 一字 一張至兩隻 斯陀龍樣本 可是這樣子的話 他上面寫娛樂會下降 保全會下降 可以先不要嗎 先拒絕 不到一分鐘可以再申請一次 反正就是說 我們可以先選擇 然後他會開始倒數巨石 你要找誰承包阿 好我們先以保全的部分 升高一點 才可以保護我們遊客的安全 哎呀不然那麼快就發發發展觀光 哇一多人進來被恐龍咬死 我們這個評價一定會非常的差 對不對 阿 你說是不是 部分已消耗常見的樣本 開始探勘 狀態 這代表是沒有的意思嗎 可以再去一次這樣子阿 科學部門一直在尋找提升盈餘的方法 阿 從探勘中心挖掘 再有第五度進行挖掘 小型中型的恐龍畫質 這些的 這些的恐龍會從地面 餵食 觸進食 這個可以接 把他挖出來 我們就解完任務了是吧 我還慢慢的習慣阿 我們收入多了兩千多了 每分鐘收入都在扣一萬七 快要窮死阿 阿 超級窮鬼有沒有看過 我們現在沒有半個遊客進來耶 還可以做些什麼阿 營運 ACU中心 空中支援 喔 喔我懂這個 這個我了 只是我們要在這裡蓋的話有點困難 在哪裡蓋比較好呢 我們已經沒有空地了 好蓋這邊 NICE 都在虧錢阿 好我們道路可以改變耶 哇多好多新的道路喔 OK 非常好 造景 像這個是水的部分我們就可以把它點掉對不對 可以嗎 把樹移除 移除還要費用 我的天阿 灌木 把木放上去 喔這邊可以把水弄掉 原來如此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避免 我們看不到的範圍 這邊可以再拿來蓋別的 好不好這邊可以再拿來蓋別的 把水弄掉 這邊可以再拿來蓋 阿那我們現在這個任務怎麼辦 取得50%基因遺傳 我們就解完了阿 欸我們這個解完了阿 YES 我覺得我們好像開始 互相理解了 我們互相理解了 取得50%的三角龍基 取得50%的三角龍基 好 好好好 你確定嗎這麼多會放放棄你 目前的任務 你確定嗎這麼多會放棄你 目前的任務 我們還有對我來說有多麼重要 有點 這個感覺比較簡單耶 然後這個給100萬 然後可以獲得心肺強度2.0 你這麼快就想丟任務歌舞可以先暫時取消嗎 再收拉好不好各位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個任務到底做了沒啊 哎不對啊在這裡 新的基因祖傳可以用 我要怎麼看我的任務 微軟新建築升級項目 哈蒙德生命不是這個 裝填速度 命中率這個是裝 喔巡邏隊的一個能力增強 成功率 好增加成功率好了 不錯 保養成本降低 喔 電力的風險我要研究點數不足 我要研究點數不足 我還沒到我說加3%有了任務解完了 我記得這個達到50%就OK了嗎對不對 有了有了有了 接下來你要在哈蒙德創新實驗室付出這隻恐龍 然後把它放進圍欄裡安置好 同時還要確保這座島上有資產控制小隊在監控 這是人耶 我們那隻原本那隻龍跑去哪裡了 我們那唯一的那一隻去哪了逃跑了嗎 我都不知道我們唯一的那一隻去哪了 他死了是不是 但是 好我們要在哪裡放恐龍才是正確的阿 說真的我不是很會耶 沒關係 先來一個 先來一個DNA 好把他召喚出來 實驗室 這就這一隻嘛沒有錯 孵化 水喔 我們可以再孵化一下我們的三角龍 水 我要沒錢了 研究中心裝填速度 檢視研究中心 裝填速度是哪一個啊這個要點我們沒有點數 好已經OK可以放養了 放養放養 哇 超酷的 許許如生 他的頭陣都綠色的嗎 他會不會被破壞阿會不會破壞我們我們這邊建築四處走動 健康 草食性 中等 代謝OK嗎 完全看不懂慢慢看 平價純正度加1 他應該就不會跑出去吧 我們真的就被管 被管轄了 我們可以把我們三角龍放出來了 反正都是草食性的吧應該是不會 互烤吧我覺得 應該是不會互烤吧 我的三角龍眼睛是這麼小的嗎 喔 喔 咚咚咚咚 我覺得他們應該可以和平相處 歐文 應該說大家好像都這麼叫我 我見過一些我不願再提的事 但這沒有減少我對恐龍的熱情 應該說對迅猛龍的熱情 演繹 尤其是我和布魯 我們有很特別的關係 就像是我和克萊爾的關係 只是沒那麼複雜 喔 他介紹的意思是什麼不懂 你孵化了一頭三角龍 三角龍現在很可愛 但一周後就不是這樣了 為什麼 會狂暴嗎 變得狂暴三角龍嗎 我們現在都沒有錢耶 怎麼辦 哇我們設施評價現在是0.0 哈哈哈哈 真的還有遊客喔我的天啊 等一下喔這不是遊客 這個是研究生 不是研究生是博士 各種博士在這裡走來走去的有沒有 哇這麼酷 我們到時候這邊要開墾一下 把我們這邊挖掉 不是造景 把這些樹給弄掉 開啟圍欄大門 好 下一步聽起來可能有點瘋狂 坦白說確實有點瘋狂 我們和果凍其中一隻恐龍 去破壞我們的防護網 然後 我們就會採取應變措施 來判斷保安程序人員 是否足以迎接這項挑戰 那現在我想收回剛剛給這個人的一切評價 要控制亂跑的恐龍 首先該聯絡的 就是資產控制小隊 資產控制小隊 很好現在有恐龍行動了 是時候圍捕他了 在哪邊 喔在這裡喔 躁動不安 他躁動不安 利用梯 不是 看來您對我們如何確保您的人生安全有疑問 我很樂意跟您談談 但不是現在 麻醉麻醉 把他給安撫一下 我們直升機來了 哇 麻醉恐龍 他跑去麻醉恐龍了 欸我們原來原來我們的絲頭在這裡喔 射他 阿 有射到嗎 招麻醉 有了 健康十分重要 不是阿阿現在麻醉了之後我們要做些什麼 即境外運輸隊我 將這隻恐龍安全的送回圍欄 喔 把他送到 把他送到這裡面來 直升機就會過去了吧對不對 然後這個 這個是 這個就是危險事件 阿其中一個 這個 這個也要帶回去阿 這個也在外面亂跑阿 你看看他在接他在接的 把他扛回去圍欄裡面 有嗎有在扛嗎 阿有了 哇 哈哈哈哈 掉起來內 好好笑喔 你看看 摳連吼 被掉走囉 怎麼看起來像一匹馬 超級像馬兒的有沒有 我們的直升機好像不太夠的樣子 我們要麻醉他把他帶回去 我們要麻醉他把他帶回去 現在運輸隊伍正在搬運中 我們派另外一架直升機 把他射暈 把我們的屍頭龍也帶回去 有射嗎 健康 所有恐龍的都需要食物 所有恐龍都需要水 所以要提供水 喔 他的健康度正在下降了 他暈了 有沒有他要放回去阿 放超慢的 我的天阿 我可以駕駛直升機喔 Holy Crap 我根本不會駕駛阿 可以離開嗎 好吧 我覺得我們差不多先回到這裡結束齁 到現在目前為止老頭還稍微搞了點 無沙傻 不過呢 應該會稍微開個直播玩一下吧 或者是說繼續連載吧 也有可能吧 反正如果你們喜歡這個系列呢 記得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 歡迎下方留言 或是把影片分享出去 老頭就會繼續拍這個系列啦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面啦 掰掰 請收時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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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